好 那麼另外我們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台積電在日本呢 現在是大有進展 這張照片是不是很好的 可以說明一次 這什麼照片 這個呢 是不是劉德英發的 是這一位 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 然後呢 這叫做西川康仁 他自己在他的一個 這個以前的推特 現在的AX 這樣的一個社群媒體當中 PO了這樣的一張照片 然後看劉德英董事長 然後你幹嘛PO他們兩個照片 是要蹭人家什麼樣的光彩嗎 後來才知道 他自己想要競爭首相的一個大位 然後呢 台積電當然就是最重要的那個政績了 那我們來看西川康仁怎麼講劉德英呢 他說JASM 是日本半導體很重要的一個計畫 所以要繼續的跟台積電來合作 還有未來的創新等等 但是呢 日本的確是現在台積電的海外佈局 最順利的一環了 我們來看到 包括了進場的速度 現在是已經裝機了 遠遠超越美國不說啦 但是呢 全面很好嗎 就像這個日本現在的一個政壇 非常看好嗎 不盡然 因為呢 我們來看台積電要設廠的當地 菊陽艇這個地方 現在有很多的市民們 他們當地的民眾已經開始 有一點點不滿意的聲音了 現在被人家講 這就是當年的竹北的一個狀況 要重演在日本了 什麼叫竹北的一個狀況呢 交通大阻塞啦 房價不斷的往上漲啦 物價也開始高漲啦 所以當地的居民是不是現在看台積電 沒有像以前看他那麼樣的順眼了 這怎麼回事啊 陳彥 當然我們先從這一張照片看得出來 日本政府當局其實對台積電 真的非常的重視 你看西村康倫非常有前途的一個政治明星 他PO了這一張就告訴你 我們日本就是挺台積電啊 2021年台積電才來 我們明年第一季就要量產 你們美國在搞什麼 202年就去了 現在還要延後 然後你們的什麼員工工會啦 什麼在電梯裡面時間到了就走出去啦 我們沒有這回事 我們日本的工作文化 其實跟台積電 台灣的文化其實相當的接近 當然還是有一點落差 因為在我們這邊那個大吊手 做掉那個半導體設備 一天半就搞定 到日本要三天啦 但是美國可能要一個禮拜啦 還是有點落差 有一點差距 還是有點差距 但是日本的這個進度 確實讓大家嚇一跳 第一個當然日本官方的一個支持 是一個非常重要 不只在法規上面鬆綁 在地方的基礎建設 甚至撥款 你看撥了多少錢 台積電光收費大概是一千億 超過一千億 然後當然台積電本身實際上 也最近也派了幾百名的員工 到這個熊本去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聚落的一個效應 像日本很多的材料 跟設備商也在當地 這個對台積電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就地取材嘛 不用像美國一樣嘛 我去 結果所有人都跟著來 這個意願其實落差很大 那因為熊本開始裝機 預計 第一明年第一季應該有機會量產 那當然我剛才講到的補助裝機 這些進度都讓他有很好的優勢 我覺得這當中 包括你講東京印材 威力科創 Sony都在那個地方 都在熊本聚養廷 剛才聽你唸我才知道那唸廷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要講 這裡面當然有一些問題 因為過去聚養廷 就是一個4.3萬人口的一個農村 就像小村 台積電還沒有去的時候 他們是穿背心穿短褲 其實腳踏車在尋殘 尋殘對不對 然後不小心可能有車子 外還會掉到農田 你看日本片不都這樣 就是這麼 就是一個非常純樸的小鎮 就是一個低調純樸的小鎮 你突然之間湧進 現在一千七百人對不對 員工嘛 那不會只有一千七百人嘛 你還有 他們家庭都要去 家庭也要去對不對 還有 不只台積電 我剛才講的東西 因為利扣上 Sony全部都湧進去 都在當地 未來十年 員工要增加到七千人 那你去想現在的狀況 再乘以四到五倍的那種狀態 你想像你都會覺得爆炸 所以他們說會發生 當年的一個竹培的一個狀況 竹培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舉個例子 我那時候在交大的時候 我只要上九點的課 我也會痛 為什麼 我一定要六點多就要出門 我開車的 還要六點多出門 因為你只要過七點 基本上你就卡在交流道 你也不知道在卡什麼 就是所有車子都卡在那 然後你一下交流道以後 也沒怎樣 就是車子就是多 因為你要知道竹科 在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所有人其實都還沒有住在那附近 因為沒有足夠的住宅 所以大家都必須透過交通的方式 所以現在熊本的做法是什麼 因為大家去上班 大概要花九十分鐘的通勤 那你做你不要開車 因為連外道路其實都沒有完善 包括機場到菊陽體 那個三一公路 基本上要到二零二七年才開動 二零二七年我先強調 好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坐公車 坐公車 就會塞在車子塞在路上 好那那能怎麼辦 就就這樣子 那問題是你要住那邊 目前住宅的供應不足 好那你知道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很多像台積電我同事他們同學 他們在台積電上班 他們就習慣上班 就把小朋友載到那公司附近的學校 託兒所或學校念書方便 那目前託兒所教室不夠 老師也不夠啊 他周遭的整個機能都還沒有建 都還沒有完善 好這就竹北困境很類似 然後再來你現在去了土地需求 因為台積電買地需求一定上來嘛 那地是不是先供給這些科技公司 那要蓋房子 那你有這麼多員工 建商也會想要蓋房子 房價就飆漲了 目前工業用地是漲超過三成 一般住宅是漲超過兩成 但是當地的官員說根本不止 你們看到的數字還只是表面 他說基本上應該是一倍 一倍啊 然後呢 現在你人進來交通的問題 我剛才講騎腳踏車那個不誇張 他們就真的有發生車禍 就是大卡車進來 然後就是路的規範設計 燈號什麼這些 可能都還沒有跟著跟上 那就出現了這種問題 那不只這樣 就當然包括這個用水的部分 也是一個大家知道 半導體廠是用水 跟用電的一個怪獸 這些問題怎麼辦 當然現階段來講對台積電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日本 如果量才能上來運轉順利 可是為什麼目前外資對台積電的股價 很有意見 我覺得主要還是在 大家在看他的資本支出 因為今年可能原本預計 三百二到三百六十億 可能再下緣 再下緣 那你說AI上來 可是佔比還是很小 沒有辦法補足手機這些的缺口 那明年的資本支出 可能砍到兩百五 那也就代表他的營收 因為你資本支出下來 就代表你沒有那麼多營收的成長 這個部分可能還會考驗台積電股價下行的一個幅度 那當然明年來講 台積電還是有機會穩定向上 但是年底可能還多有衝擊 大家還要再做一些觀察 對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是台積電在日本的一些進展 不全然都是好消息 現在他要這個設廠的當地 已經出現了一些居民 這個感覺好像帶來了很多 他們生活上的困境 就如同當年祖北的翻版一般 我們來持續看看 在日本的最新進展